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尸体本就腐烂地只剩下骨头 稍微一用力 衣服里面的骨头架子便散了 白色骨头头骨咕噜噜滚到一边 豆腐嘴里执念阿弥陀佛说 非礼无事 非礼无怪 我们也不是小心要冒犯遗体的 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别找我们麻烦呢 说完 屁颠屁颠地把骷髅头给抱回来 放在骨头堆里面 我听得好笑啊 行说你一个土夫子 冒犯的遗体还少吗 这会儿倒开始念起经来了 有个屁用吗 我也没搭理他 将口袋里面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 除了一些比较小型的随身工具之外 我还发现了一张随身的寸罩 是放在尸体钱包里的 或许是由于隐藏身份的目的 钱包里有一张老式身份证 但是顾文敏眼力劲十足 看了一眼便说 证件是伪造的 如此一来 我便没有再去关注证件 而是盯着手里照片看着 照片上是个完全陌生的中年人 留着板寸头皮肤有黑 如果这个照片就是死者本身 那我可以放心了 因为他并非是我爷爷 正当我们的注意力被照片吸引时 在一旁摆呼噜头的豆腐 忽然移了一声 诶 想到一块玉佩啊 他这段时间 胆子锻炼得大了不少 伸手在骨头堆里扒拉着 扒拉出一块铜钱大小的玉壁 乍一眼 橙色看起来是不错的 这玉壁挺好玩 自己戴上吧 豆腐露出恶心的表情 能不能别恶心我呀 徒夫子也是有尊严的 顿了顿 豆腐说 我见过在玉壁上 刻蝉的 刻莲花的 还没见过 刻字母和数字的呀 字母 数字 众人文言 不由凑过去一看 便见专锐脸色一变 匹手将玉壁夺了过来 一半俊脸 沉入寒冰 一半毁容的脸 赤红色肌肉肘抖 显得分外刻薄 我还从未见过专锐 露中如此神色 忽悠说 难道上面的东西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仔细一看 指尖上面 是一串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围绕着玉壁一周 B403 C270001 玉壁是吉祥的象征 一般不会带有文式 即便有 也多是一些吉祥图案 就如豆腐所说的 刻上禅一类的 禅有一名惊人的玉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寓意非常重要 而玉在古时 又被誉为通神之史 后期又成为礼器 因此文式规格 极有一套规律 除了现在一些 追求新奇的年轻人之外 大部分真正懂玉的 是不会在上面 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我盯着这一串字母 不尽思索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呀 我问完 便听专锐说 有 我曾经见过 豆腐好奇地问 在哪儿见过 专锐看了他一眼 动了动嘴唇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又没有说 只是皱着眉头 一言不发 我心中暗恼 这人既然知道情况 又憋着不说 实在吊人胃口 豆腐属于狗屁高药性 才不管专锐脸色 难看不难看 等了熏语 见专锐不吭声 便急急凑过去 说 豆腐好 你别不吭声啊 你在哪儿见过 这字母有什么意思呀 专锐眉头皱得更紧 看了豆腐一眼 依旧没有吭声 豆腐属于脸皮比较 比城墙还厚 完全不在意 专锐的神情 先珠子一转 不知打了什么主意 转手便将玉璧 夺了回来 说 你不说拉倒 东西是我找到的 还给我 他伸出去的手 瞬间被专锐给扣住了 疼得直叫唤 姓专的那个王八蛋 别以为有钱了不起啊 这是一只艺术家的手 弄坏了 你赔得起吗 我操我操了 放手放手 东西是你的 是你的 片刻之后 豆腐捂着手 灰溜溜地 躲在我的后面 递给我一个 无能为力的表情 这时 边见专锐 慢腾腾地 将玉璧收起来 顿了片刻 就说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 我也没想到 时隔这么多年 还会见到他 看专锐的神情 似乎是要松口 看来豆腐一通瞎闹 并非没有效果 紧接着 便听专锐 说起了一段旧事 这件事情发生时 专锐本人 尚起很小 他有一位本家叔叔 二十年前 忽然消失了 在消失之前 曾经发生过一件 让他记忆很深刻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已经显得扑朔迷离 连专锐自己都不清楚 作为专家未来的接班人 专锐又是的生活 可想而知 他的各项功夫 很早就开始练了 各种课业加起来 常常会弄到很晚 那会儿 专家的老宅 还是一座四合院 一个夏夜的晚上 天黑了 专锐抹了额头的汗 结束了一天的练习 准备回自己房间 专家是个百年望族 规矩森严 在结束练习前 他必须先得 给自己的父亲 汇报功课 当走到父亲书房时 专锐忽然听到争吵声 紧闭的书房里 亮着灯 映出两个人的身影 是自己的父亲 和本家的小叔 两人正剧烈争执着什么 语速很快 专锐一时没有听清 专锐的小叔 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专家家教慎言 唯独这个小叔 性格乖张 善良时挥金如土 救苦救命 作恶时 也曾带人 趁夜砍人全家 专家历来是一脉单传 到了父亲这一辈 忽然多了个小叔腰味 爷爷自然宠爱有家呀 所以这位小叔 更是无法无天 父亲身为家主和兄长 因为管束小叔 而和小叔吵架 是常有的事情 专锐并不奇怪 既然父亲在教育小叔 那自己就不用去打扰了 他准备离开时 耳朵里忽然敏锐地 捕捉到一些关键词 力量 改变 下斗 合作等等 这些词 都是从小叔嘴里吐出来的 专家的人 自有生长环境是不同 心智早熟 耳濃目染 见识广播 他原本打算离开 猛然捕捉到这些词 不由得心中揣测 什么力量 什么改变 小叔想下斗 他说的合作 是与谁合作的 人小鬼大 说的就是他了 专锐听到此处 打消了离开的心思 悄悄躲在书房外 打听墙角 紧接着 便猛然听到 砰的一声响 使父亲砸碎一个花瓶 紧接着 便听父亲说 我不允许你去干 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家 我输了算 小叔怒道 大哥 你太不讲理了 我是在跟你商量 父亲冷笑说 你个吃里怕外的白眼狼 我们专家百年经验 来得容易吗 你跟那种人勾搭上 只想把专家 整个背进去吗 小叔沉默虚语 也跟着冷笑说 这么说 是不同意了 好好好 他一脸说了三个好字 紧接着 躲闷而出了 就在此时 房间里传来 父亲的声音 将专锐叫了进去 看来专锐 隐藏的功夫 不到家 被发现了 他低头进去 恭敬地说 父亲 专锐的父亲 微微点头 说 你都听到了 专锐老实说 听得不明不白 父亲 小叔做什么事情 惹您生气了呀 这个小叔 虽然乖张 为家里人所不待见 但对自己 还是不错的 经常偷偷 帮自己做功课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专锐 专锐忽然发现 他旁边茶几上 多了一块 橙色极好的玉璧 虽然年幼 但自有经过 专业训练的专锐 眼力劲可比一般人强了 他先是看出 玉璧的橙色好 紧接着便一眼看清 玉璧上那一串 字母和数字 那上面的字母和数字 与现在这块玉璧 一模一样 他忍不住 移了一声 同样的 对于有人会在玉璧上 可这种东西 感到很是不解 这块玉璧从哪儿来的呀 为什么以前没见过 难道父亲和小叔 是因为他吵架的吗 就在专锐 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父亲疲惫地 揉了揉额头 就说 你要记住 我们专家的百年纪业 牵扯到无数人的命脉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以家族利益为重 不要学你那小叔 那混账东西 专锐本想问问小叔 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会惹得父亲如此大怒 但是他很敏锐地察觉到 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 于是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是 紧接着 进行例行汇报功课之后 专锐便去休息 临走前 他看见父亲将玉佩 收入书房的暗阁里 那个暗阁 只有本家的人才知道 打那儿之后 小叔很少回家了 最后一次回家时 专锐在练功房里 面前摆了一溜的 各种各样的土 正在练文功 小叔当时的神情 显得有些兴奋 路过时抓了一把五花土 就问 小睿 累不累啊 小叔带你出去玩 专锐正儿八经地说 不累 我要练功 小叔痴笑了一声 和你爸一个样 他是老姑板 你是小姑板 说完摸了摸专锐的头 就说 小叔要出去很长一段时间 专家就靠你了 小的 加油吧 盯着小叔离去的背影 当时专锐并没有意识到 所谓的很长一段时间 会是这么久 整整 二十年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